今天呢是老太太73岁大寿 女儿送来的贺礼却是一口棺材 老太太看了不仅没生气 反而高兴得不得了 棺材呢也就是寿财 是个好兆头 老太太的弟弟呢也很开心 原来啊他是半丧葬的 每当村里死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趁机捞上一笔 这老太太眼看着年事已高 就算是他清洁他也照坑不误 与此同时啊 老太太的儿子二小却不乐意了 原来啊二小是民政局红白理事会的 提倡节约土地进行火葬 专门跟他老舅对着干 一次半路劫胡老舅的生意后 老舅跑到老太太面前告状 正好呢这天是老太太生日 本来一家人正高兴呢 被老舅这么一搅和老太太担忧起来 他害怕自己死后 儿子把自己也给烧了 于是呢逼着二小签订契约 不仅不能烧他 还要拿电视冰箱和首饰来给他陪葬 其初啊二小坚持原则怎么也不肯 老舅又在一旁火上浇油 要是老太太改成了火葬 到时候和他去世的老爸 就不能投胎到一起 除非再把二小他老爸 给挖出来一起烧了 老太太一听急言了 直接就给气得晕了过去 二小呢实在没办法 终于妥协签下协议 回到厨房老婆安慰二小 现在签下协议 到时候老太太真去了 那还不是他说了算 而且这年头啊 根本就买不到棺材 二小一听豁然开朗 直夸老婆聪明 这时二小的姐姐回来了 姐夫呢是个开货车的 家里还算比较有钱 姐姐一来呀 就给老太太带来一个大礼 一口红漆受财 真是怕啥来啥呀 老太太看了十分开心 这下自己的心愿总算了了 二小却是笑不出来 就在二小给棺材上游的时候 却被红白理事会的科长 逮个正着 为了解除误会呢 二小急忙将科长拉到门外 跟他说清了来龙去脉 你别说我妈现在还硬了 你就算有个万一 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了算吧 可不巧 这番话被老太太听到了 二小被老母亲逮着一番数落 二小实在没办法 只能借口上班出门躲躲 老舅为了忽悠老太太 找了个大师 上门给老太太算命 大师一会儿说宅子阴气太重 一会儿说老太太今年命犯太岁 掏出一个电脑来 说要科学算命 这一下可把老太太忽悠极了 大师说 要是老太太赶不上今年九月九 阎王爷收魂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而且他去世的丈夫 已经在下面找了一个狐狸精 要是他下去晚了 那就要从原配变成第三者了 不过他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老太太逼一批 老太太可以假死 办一场葬礼 瞒天过海 不仅能考验一下二小 还能看一下自己葬礼的风光气派 为了比过小活力精 老太太还买了最时髦的授意 老太太去世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红白理事会 反映过来的二小 伤心的骑着摩托赶回家 那场景真是十分的器材 老母亲没料到二小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还没躺进去呢 老舅赶紧出去拦住他 说孝子必须哭够十分钟 才能瞻仰仪容 另一遍老婆也哭着回来了 看到屋里摆设的灵堂 二小一个激动晕了过去 晚上老舅和二小商量丧事 二小打算将老太太给火葬了 省钱又省事 老太太一听啊 差点没当场爬起来对质 第二天姐姐姐夫也回来了 路上恰好撞见红白理事会的人 正准备去拉老太太到火葬场呢 老母亲要是火葬了 那她的棺材岂不是白买了 想到这里啊 姐姐立马开车到前面 到石灰把理事会的人堵在路上 一到家她就质问二小 二小直说土葬不合规矩 既占地有花钱 不就是钱吗 姐姐当即掏出几张大钞 围观的村民一个劲喊着 大女儿真孝顺 看着姐夫那个心疼呢 这些钱可都是她辛辛苦苦赚来的 二小可不乐意了 二人争执起来 姐姐一个拳头过去 二小脑袋上青了一片 老婆上前去阻拦 也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你怎么谁都打呀 好闺女 打得好 这时红白理事会的人来了 一看她姐这个架势 吓得赶紧逃跑了 二小实在没辙了 直接从家里逃走 可家里没有孝子 不能下葬 姐姐又把二小抓了回去 直接把衣服扒了 给她套上校服 老舅已经张罗好了一切 开始大摆宴席 二小为了下退 老舅故意说 要么不办 要么就要办得风光漂亮 没想到老舅早有准备 她提出的要求全都给满足了 还给她介绍了一个 会做纸洋车洋房的师傅 为了让老太太路上平安呢 还让她给老太太买了把直手枪 这边老太太在棺材里 躺得饿得不行 老舅之前保证过 会负责她的三餐 这会儿啊 早把老太太忘到脑后去了 幸亏有个小孙子 小孙子不明白生死的意义 还每天来找老太太聊天 饿了呢 就给她拿吃的 老婆上班的印刷厂厂长来了 还给带来了 老太太生前最爱的绿豆糕 老太太饿极了 偷拿一块塞进嘴里 这李厂长啊 也是纳了闷了 怎么刚鞠个宫的功夫 最上面那一块就不见了 好奇的去看棺材 老太太正含着绿豆糕呢 李厂长吓得面色发白 一寻思她终于明白了 掏出一打印好的冥币 老太太应该是跟她要这个呢 这冥币啊 居然还是五大粥偷用的 搞得还挺讲究 流水席一开 各路乡亲全来吃席了 有几个天天顿顿都来 看到老太太那个气啊 可惜自己吃不着 老太太躺在里面也不容易 既要挨饿 尿急也只能憋着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人都走了 正准备拿个尿盆解决一下 又来几个守夜的 老太太憋得难受啊 在棺材里晃了起来 几个人吓得跑了 这下老太太诈尸的事 被传了出去 老舅说 这是老太太灵魂不安 必须请个和尚来超度一下 在老舅的介绍下 二小又找到了表演团的王导 王导的第二天 带着一伙和尚来了 这年头啊 哪找得着和尚啊 一群演员 靠着表演吃饭呢 瞧瞧他们念经念的什么 二小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群假和尚 老舅解释 不过是做个过场 骗骗落他的魂而已 反正来都来了 那就表演吧 可这表演费谁出呢 老舅知道二小手头不宽裕 他把姐夫叫过来 开口要了三千 姐夫一听急了 我妈死的时候 一共才花了不到三百啊 这可好 死了个丈母娘 花了我小两万啊 我又不是孝子 好了 我凭什么话呀 说着 冲着棺材里的老太太撒起气来 老太太也是受不了这气 直接坐起来和她对骂起来 老舅眼看坑姐夫没着落 又把二小喊进来 先要888 打折 打到666 二小去拿钱的时候呢 老太太起来又给商量到444 没一会儿 二小老婆拿着666块钱来了 这笔钱啊 其实是准备给孙子的学费 老舅可不管一把将钱夺过来 这时王导进来了 向老舅要出厂费 老舅拿了三百三 将他打发走 这老舅啊 也是够弹心的 老太太躺在棺材里 听得一清二楚 她知道老舅是坑他们家的钱 一响子孙子的学费 都给他花了出去 老太太忍不了了 爬起来 把老舅手里的钱给抢走 正好被二小老婆 看见老太太手里 拽着钱的一幕 晚上二小两口子首页 商量着要把家具卖了 老太太听到这话 赶紧把抢回来的钱 拿给孙子 可老婆一看 却大受惊吓 以为孙子偷拿了 奶奶上路用的钱 又赶紧给还了回去 老太太听着外面的对话 十分难受 第二天 老舅又在张罗着 下葬那天要准备的东西 每一样都要花钱 最后葬礼那天 他还有件免费的大事要宣布 姐夫忍不住了 他现在是一个字 也拿不出了 姐姐出来对质 谁知姐夫竟然对姐姐动起了手 夫妻俩打着架 就来到了屋外 原来这是夫妻俩 合谋演的戏 姐姐呢 也早就不想出这个钱了 二小实在没辙 只好打算借高利贷 把房子卖了 老婆坚决反对 这钱呢 怕是到孙子长大都还不清啊 为了一个死人值得吗 崩溃的老婆 决定要和她离婚 听着外面的争执 老太太已经彻底明白 为了这场所谓盛大的宴席 子女付出了多少代价 明天老太太就要出病了 晚上二小来到灵堂 向母亲诉苦 您老埋怨我 不吐葬你 埋怨我不给您打扮 你都看见了 弄得全家不合 四邻不安 谁说不是 您总以为老舅是对您好 他吐的是什么 可是他们现在 骑虎难下 老太太哭着抱住儿子 劝他再咬牙坚持一下 二小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第二天出病 二小请来电视台进行报道 以前他就不支持旧风俗 现在更是深受其害 他就要把这些全部曝光 老舅还以为是拍纪录片的 喜滋滋的在镜头前 录了个脸 其余的产业店老板和贾大神等 也全都被拍了个遍 这些人最后全都被查处 很快丧葬队出街了 可止录的大仙不认录 把队伍带到了县城里 还和一迎亲队伍撞上 两边谁也不让谁 一不小心棺材被撞翻了 天哪 众人都以为是诈尸 大受惊吓一哄而散 这时科长来了 他是专门来接老太太去火化厂的 老太太也十分兴奋 表示自己坚决支持火葬 说吧上车准备启程 老舅反应过来 赶紧和二小坦白 老太太还没死呢 众人又急忙跑去拦截 孝子贤孙伺候者上映于1993年 用诙谐的故事揭露和讽刺了 旧风俗的危害 也让我们看到当年那些干部们 为了破除旧风俗 做出多大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